据台湾媒体报道 罗志祥和周扬青九年请断 传他原定五日在大陆举办道歉记者会 由于时间匆匆来不及安排确定演期 且记者会上除了公开道歉 宣布无限期停工 小猪还将与自己经纪公司旗下的凯乐 解约切割小三力保自己的演艺饭碗 新闻营销12天 小猪的演艺事业犹如跳崖式绷解 而常年与他操情的凯乐 同样形象重挫惨丢代言 如今不但可能遭小猪切割 事业爱心两头空 之后恐怕也很难再有翻身之日 据了解 小猪自主的经纪公司与凯乐合作六年 近日双方合约即将到今 不许约刚好成为小猪 切割凯乐的最佳理由 加上小猪若宣称无限期停工 一直并非永远消失在娱乐圈 希望以此形势解套 即便之后被大陆除名 仍可待在台湾付出